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深水埗區議員 劉嘉恒和李文浩聯合辦事處門外 早前張貼了兩則公告 分別寫著 本辦事處不為任何藍絲提供服務 和藍絲與狗不得內盡 正正是這兩則告示 使得區議員辦事處連續三天 都遭到藍絲團體光顧 首先是上星期六 有二十多名中年男女 帶同橫額去辦事處門外示威抗議 不滿這則通告是帶有歧視的成份 而且不斷高叫問李文浩議員 你是否中國人? 為何你要這樣做? 你是否收錢搞事? 我又不知為何那些藍絲很輕問 別人是否中國人 不知道還以為他們正在做民意調查 如果他們想知道香港有多少人 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有多少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到底目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怎樣? 你就應該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網站去看 不知道嗎?我告訴你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 只會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兩成二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一成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 一成一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即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就佔百分之二十一 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就佔百分之七十七 那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清楚了嗎? 不要開口埋口問人家是否中國人 以民族大意可以大到人 可以嚇到人 可以拋疾人 沒有作用 尤其是越年輕的人 就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是有強烈的趨勢 不信自己看民意調查 是不是? 是不是中國人的殺案? 然後到星期日的時候 又再有人到場抗議 但由於星期日 以辦就沒有人開門 那一群藍絲就摸門釘 究竟他們有什麼行為呢? 原來有些示威人士 向著已辦的大門套口水 以及拿出一些水瓶 將液體撥向辦事處的大門 這些很明顯就是小學雞的行為 你去示威人家都沒有開門 沒有辦公 你真的套口水 幾多歲啊大哥 全部都幾十歲人 文明一點點 尤其是現在非常時期 做完這些行為就缺德 禮拜日摸門釘 禮拜一又再去 這群藍絲又上門抗議 這次就厲害了 有人就持軍了 而且又破壞辦事處的閉路電視 當然 因為上次已經被人拍到你套口水 以及拿些液體撥大門 這次就率先弄壞別人的閉路電視 根據一些現場的片段顯示 當時在辦事處門口 就有幾個人響雪揮拳 而在這群人的後面又有一群人叫囂 更加一名帶著黑色鴨舌帽的男子 手持穆君對著門裡揮帽 最終管理處幫忙報警 有幾隻藍絲被捕 這些很明顯是野蠻和暴力的行為 我真的想請問 建制派何時會開記者會譴責暴力 警察何時會開記者會 說這群藍絲破壞法治 根據他們的邏輯是破壞法治的 總之有人干犯一些違規違法違禮的行為 都是干犯法治的 他們的警察的法治觀念是這樣 當然我們正常的市民 就知道什麼叫做法治 法治就是約束有公權力的人 而不是約束市民 不過藍絲是不懂的 根據他們的邏輯 這些傢伙走上門去搞事 就已經是違反法治 三暫其口不見有人出來說話 這就是半龍門雙重標準 是不是 那群藍絲開口埋口就喜歡說什麼 說要反對暴力止暴制亂 現在大好機會在你面前 可以一顯身手 快點出來反對 不是當看不到 用這些野蠻方法 你應該用一些文明的方法 你不妥他這一側的告示 很簡單 香港仍然有 謹如些少的那麼多的自由 每四年有一屆區議會選舉 既然你們這群藍絲都說到民族大義 又問別人是不是中國人 又這樣那樣 對了 你四年之後不要投他票 投他對家一票 用選票趕他走 如果你救人多的話 這些就是用文明的方法 想什麼用你這些方法 這些方法一向你們都不推崇 是不是 你不要用這些方法才是 否則你有什麼資格走出來 反對這個反對那個 而且我有一點就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這群藍絲會把藍絲兩隻字 聯想到中國人身上 是不是代表他們認為 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是藍絲呢 所以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就變成了有歧視成份 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藍絲來說不一定是中國人 可能有些外籍人士都是藍絲 你就不能夠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說藍絲代表中國人 於是就變成華人與狗 而不是藍絲與狗 這些都是錯的 你要搞清楚那個邏輯在哪裡 中國人一樣有些可能是黃絲 對不對 先說藍絲也一樣會有外國人 所以麻煩你搞清楚所有的觀念 概念才能走出來反對 否則只會兒笑大方 這群小學雞正正就是樣板 接著就想說一下 這隻O記的高級警司李桂華 他今天下午開了一個記者會 當然不是要譴責這群藍絲 踩上別人的議員辦事處搞事 而是說前晚一連串的搜捕行動 到底這隻李桂華高級警司說什麼呢 他就說 當晚有警員去到大埔進行搜查的時候 多次遇到阻撓 包括有自稱區議員的人士拍門要求入內 以及有人召喚消防員 打破消防鐘 以及逐層樓按鈴鐵等等 他就希望公眾思考有關議員和市民的行動 是否盡責 我就告訴你 這些區議員絕對就是盡責 在單位裡頭 窗簾也關了 而且又沒有開燈 請問你那些便衣探員走進去 這個單位裡頭 你想做什麼行為 街坊有所擔心 絕對是正常 因為你這群警察的往績紀錄就是這麼差 誰知道在單位裡頭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警察現在是甚麼都做得出 所以有區議員拍門 有什麼問題呢 拍門你就應援 很簡單很即時的反應而已 區議員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他連進去的單位裡頭了解一下 單位裡頭的情況 你也要阻撓 到底是誰阻撓誰的工作 區議員在自己的選區裡頭 有居民發生了一些事干 他走去了解 這個就已經是盡責的表現了 難道好像民建聯那些人 大被蓋過頭 凌晨兩點鐘 對不對 我就覺得他很盡責 李貴華還有話說 他就說 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應該是離開的 不應該繼續包圍我們 我們不是感到生氣 而是感到無奈 你有甚麼叫無奈呢 在單位裡頭烏燈黑火 你做甚麼 人家擔心 出於 是不是 測忍之心 人皆有之 所謂一方有難百方之援 當街坊見到這樣的情景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拉著鐵閘睡覺 而是很多街坊都選擇了 站出門口 站出冷行 探頭要問究竟 而且有很多網媒的記者馬上到場 那些區議員馬上到場 這就是守望相助的精神 你又說這樣到無奈 有甚麼無奈呢 你向那些區議員說兩聲就可以了 你在做甚麼任務 是不是 無奈 不知所謂 李桂華有解釋的 警方沒有理由把機密行動透露給第三方 包括區議員 他說警方當晚已經向現場的區議員交代了情況 跟他們說 裡面的單位正在做事 請等一等 這個也叫做交代情況嗎 鬼不知道你在裡面正在做甚麼 在裡面正在做事就叫做交代了情況 如果這個區議員 向自己的街坊說 警方向我們已經交代了 他們在裡面正在做事 叫我們等一等 大家就可以回家睡覺了 你猜他會不會被人打 你真是愚蠢 這樣叫做交代了嗎 如果區議員夠膽跟街坊說 他下屆肯定連任失敗 不負責任 人家現在就是盡責 你又在這裡左掩右臂 然後下午又拘捕其他三個大埔區議員 就說他們非法集結 整班人就面對不到這個選舉結果 又不能夠將它推翻 又不能夠不承認 於是就在行政上 在執法上 處處阻撓這些黃營的區議員 市民是會看得見的 你儘管繼續做這些決得行為 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市民將會再一次站出來投票 告訴你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